上下班接風時間 不管哪個大眾運輸 通勤人潮都很多 交通部規劃推動全台三大生活圈 月票幫通勤族審核包 雙北線行已經有1280的月票了 但如果要串連整個北部的生活圈 就必須要考慮基隆跟桃園 那中部怎麼說 中部目前上午月票 民眾換成其他交通工具 費用只會往上堆疊 未來如果想要串連中張頭 那得像南部一樣 高雄月票是以捷運 公車以及輕軌 票價一千一百五十元 那麼未來沿逆採加架構的方式 讓通勤族搭火車 以及搭國道客運 都可以暢行南臺灣 雙北擴大串連基隆桃園 台鐵集結客運 勢必得加入規劃 目前交通局沿逆 會用加架構的方式整合 而中部跨區通勤 以員林到臺中來看 搭區間車來回84元 每月搭乘二十天要一八八零 如果還要轉乘 費用就會再增 若未來有向北部的一二八零月票出現 確實能少幾百塊支出 南部現行只有高雄月票 要整合台南屏東 一樣要考量台鐵和客運的輸運費用 大部分也都是腳踏車配捷運 比較近的城市 可能就會有考慮 會比平常搭車還要划算很多 如果是像上班還是上課會 要降低私隱運 據使用率和減少交通事故 交通部整合計畫 四年總經費估兩百億 目標一千億百萬人能受惠 渴望今年有機會實施 三日新聞 今後多前ijd движ邏atta 從來早晚 開房 陷阮 海人 增 增 排